大家好,这里是中国制造机友哥 那机友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在网上比较流行的话题 就是公知,对吧 那相信小伙伴们都知道什么是公知 但是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一个正常长大的人 他会去想要做公知 就是说他的这个思维是怎么运作的 他这个逻辑上是怎么运作的 那公知无非分两种公知 一种就是已经在移民海外的 就是那种已经移民在美国的 就是美国人 或者就是说跟美国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这些人 那还有一种公知 其实机友哥今天是想着重解释一下的 就是那种一直就生活在中国 可能去美国旅游过一两次 或者是说留学又回来了以后 对吧 也就是说美国拒绝了这些人 但这些人还在鼓吹美国 那这个就比较搞笑了 因为为什么逻辑上说不通啊 第一种人 对吧 他鼓吹美国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型国家 也就是说他能忽悠世界越多的人 移民美国 或者就是说去美国留学 其实变相的就是他煽动了人去美国做贡献 那这样的话 越多的人去美国做贡献 那怎么样 美国就越可以维持这个高福利国家 或者就是说美国的国力就越强 对吧 这样的话 他作为美国人或者美国公民 那他的福利就会越好 对吧 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那第二种就比较奇怪了 就是说这些人 他可能甚至就也没有机会移民到美国 或者就是说根本就 美国的大门就对他是关闭的 那这些人 吹这个美国 或者天天鼓吹美国贬低中国 那这个逻辑上是怎么想想不通吗 为什么 很多人说 哎呀 这个是不自信的 对吧 那我们说他为什么在界点上不自信 或者就是说 他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不自信 他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他没有必要去抬高别人 对吧 那 讲到这个问题呢 就要了解的比较深刻了 我们就要需要了解人的这个思维是怎么运作的 那在这里面呢 这个必须要引进一个概念 那这个不是玄学 这个是科学 这个就是英文诞词的Ego Ego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我的意思 对吧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进视频 Ego is the part of the person's personality that is trying to satisfy the needs and wants in a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go we first need to understand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the personality and those are the Eid, Ego and Superego Eid is the impulsive and unconscious part of our personality that responds directly and immediately to the basic urges, needs and desires if you get hungry then Eid would literally grab the food of other people's plates or steal it from the shop because it's impulsive and reactive this is where the Ego comes into play because the Ego ha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Eid such as hunger but it has to do it in a way that is appropriate for example if you feel hungry then you can buy a snack or wait until you get home to have a meal finally superego is the part of the person's mind that acts as a self-critical conscience reflecting social standards learned from parents, teachers and society in the end the Ego is pulled into two directions from the Eid side to satisfy needs and wants and from the superego side to do it in an acceptable way for example if the Eid raises the hunger issue but superego knows that the person is on a strict diet then by snacking on some extra food superego will make the person feel guilty the Ego operates based on a reality principle which works to satisfy the Eid's desires in a manner that is realistic and socially appropriate 那相信看见这里的话大家都知道 就是人的个性有三部分组成 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那这边我再稍微的和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怕那个视频说的不够清楚 本我是什么呢?本我就是人的自然俗性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动物俗性 就是人自然的天生的欲望吃喝拉撒碎 对吧 那本我的话如果人只有本我没有自我和超我的话 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说我想吃我就会上街去抢 拿别人的吃对吧?然后你想对吧 大家养过狗吧看过狗他不会觉得羞耻 他会抱着毯子在那干嘛 哒哒哒哒哒哒对吧?包着你的腿 那自我就是当我们知道在满足欲望的同时 又要去这个用合理合情的方式 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基本可以理解为现实中 啊所说的这个现实生活 明白吗?你想需要钱你就得去上班 对吧?因为这个是在大家都可以认可的这个范围内 对吧?你喜欢一个女孩你不能上去直接哼哼哈嘻 对吧?你得想办法把人约出来 然后得到别人的认可对吧? 那最后一个就是抄我抄我的话就是啊 当你满足了自身的这些需求以后 就是我们所说的虚荣心中国人的好面子 对吧?你开始在乎别人是怎么看你的 对吧?然后自己是怎么看自己的 比如说他视频里举一个例子特别好 就像当于你想吃对吧?你 但是你在这个控制这个体型 啊那即使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你的话 那你也是通过合理的渠道买来食品 但是当你的抄我知道你定了一个目标 你没有办法去按照计划进行 你吃下这个食品以后你就会有那种罪恶感 这个就是抄我 那相信解释到这里大小伙伴们应该大概都清楚一个概念 大家好啊我回来了赶刚出去接了个声 那我们接着接着砍好吗 那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个人的心理运作以后呢 那我们现在可以聊聊公知 首先我们要知道公知 它一定是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才会诞生呢? 就是当人们完成本我到自我的过渡 也就是说在这个自我到超我的这个过程中 它才会有 明白吗?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想一想 公知在八十年代有公知吗? 或者七十年代有公知吗? 有 但它一定也不是一个主流 明白吗? 啊 啊 就是尤其是到了这个九零后 就九十年代以后到 两千一零年以前 这个时候公知啊 甚至是到两千一五年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公知开始慢慢流行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 他解决了这个本我到自我的这个过渡 啊 再加上尤其是到两千年以后 网络开始普及 对吧 那想想看 啊 在网络普及之前 那国家的这些官方媒体 也不可能放这些公知出来 啊 瞎逼逼 对吧 啊 好 那我们就说了 那这个是公知 它其实它的本质是什么 公知的本质就是 啊 别人对我的看法 这个就是一种超我的一种概念 对吧 那 别人对我的看法 那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能有这种积极的印象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 大部分的人都是卡在生活当中的 你每天都在做着重复的事情 都在做着这个 啊 相联系着 这个相同的社交圈 对吧 也就是说彼此之间是非常了解的 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用现在一个流行词 就叫刷存在感 别人是对你没有看法的吧 对吧 你比如说大家都是同班同学 你考不到全班第一名 大部分的人 别人能对你有什么看法呢 那这帮公知恰恰就是 他为了要刷存在感 对吧 那当他接受到了西方的一些信息以后 他故意的对他进行夸大 那显示出他的博学 对吧 然后 甚至就是说早 在早些年间那些 经济条件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那些人 他有机会出国 回来以后开始夸夸其谈 然后甚至是 都已经完全脱离现实 明白吗 那什么日本人的降薪精神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感觉都是那个时代出来的 那 其实想一想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不光是公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好多行为都 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 包括就比如说 一直延续到今的很多那些 中产或者就是说 刚拖温饱的那些人 他们也会去省很多钱 去买这个 奢侈品 对吧 那当然了买奢侈品 基友哥是不对这个做评判的 那当然了你经济条件允许 对吧 你去买奢侈品也好 无可厚非 但是很多人 他的经济条件可能并不允许他去支撑 他去完成这个奢侈品的消费 那他也会通过各种手段 借网贷啊 逼家人啊 去买这个奢侈品 对吧 那为什么基友哥其实在 讲公知的时候 把这部分人拉出来一起说呢 其实这部分 这两部分人 都是相同的这种思维阶段 就是他在从这个自我到本我过渡的当中 他的能力不足以完成他这种过渡 而自我其实更是一种 就是那种超我的状态 就是 更相当于自己的梦想 那他这种梦想会怎么样 他通过不停的说 然后他会觉得 这个时候 他和这个梦想很接近 明白吗 他其实这其实是一种认知型的紊乱 当他觉得 你像他那个公知有的时候 他吹起来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外国人听的都害羞 那他在吹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他觉得自己就是外国人了 明白吗 甚至是在说点英文 对吧 那我们举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曾经公知最有名的 就是高晓松 对吧 那 其实很多人说不对啊 那可能觉得高晓松 他不是一直出唱片啊 什么的 都是比较那个嘛 比较成功的一个人 他为什么还需要通过这种刷存在感 但是前提条件是大哥 我们不能拿我们普通人 跟这些名人比 明白吗 但你要知道高晓松 也许他在他那个圈子 就是同样的这个名人的这个圈子 因为你看高晓松出过成名曲以后 后面他基本上没出过什么 再有再有更加好的这个成名曲了 他开始转行去做文化了 对吧 然后做文化 其实可能他也比不过国内 真正这些研究文化的历史啊 或者等等等等 那他只能不停的通过鼓吹国外 因为他有这个海外移民的身份 对吧 其实讲讲 其实大家其实应该都明白 公知大概是怎么回事 包括那些买名牌啊 那些人都是怎么回事 其实公知这个事情 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 就是类似的现象 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说的虚荣心嘛 我做一件事情 是和我的实力是相吻合的 对吧 这个这种虚荣心是 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 当他的这个能力 和他的这个虚荣心 不曾比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这种认知型的紊乱 明白吗 就像有的人 他也会经常 鼓吹我认识某某朋友啊 或者是买个名牌包啊 他就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了 其实这都是同样一群人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像追星也是这样 你就像有的人 他追星 对吧 他的生活环境是不足以 让他支撑 他和这个明星生活 有什么交集的 他通过不停的追星 他就觉得 他跟这个明星的距离 越来越近 事实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包括舔狗 舔狗也是这样 就像一个人 男人 他的能力很普通 可能他想要的女孩 和他的生活能力 不足以形成这种匹配 对吧 那他不停的通过这个 把这个女人完美化 然后就是说各种铁 他觉得他和这个女生的关系 就近了 其实 这就是一种思维性的紊乱 说白了 公知就是这么 这么一点东西 没有什么 特别 所谓说的卖国贼啊 这种 其实也谈不到 那个上纲上线 我们不要都是 总用这种 战狼式的思维 明白吗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么多 今天周末 希望大家能度过 个美好的周末 那最后还是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给我点赞 加转发 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Peace